3.4月1日 好了,来到4月的第1集 今日别开心面少少 没有一个重点的期望 但可能牵涉很多不同的期望 今天我访问这位嘉宾,他曾经和伙计一起去过一些空岸现场做一些处理的工作 所以今天大家有议复了,访问到黄先生来自丰盛殡仪有眼公司 黄先生,我知道你的公司开了大概是四年左右 其实从事的业务和一般的殡仪的公司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们除了做香港的脸状之外,我们也会做外国的围体,出口,入口 我们近两三年,另外开了一间清洁公司,就是清洁空宅的公司 即是你意思是在殡仪之外,另外开了一间清洁公司 但跟这间殡仪的公司是直接有关联的? 其实都是我们开了,其实都有关联的,也是关于死亡 关于死亡,主题就是死亡 但是为什么会想到登开一间公司来做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初初入行的时候,我们都是做午工师傅的 我们做午工的时候,我们的老闆有时都会接到一些家属 要求他清理空案现场,他就会帮我们帮忙 我们入行的时候都不断地处理一些案件 到我们自己开公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都有需要开一间公司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那会不会是行头里面很少人是专门做这件事 所以令到你觉得不行了,我要开一间公司 专门接这些工作来做? 其实我们行头都没有这一间公司 那我们想到今天搜寻的市场也真的没有 专门店 专门店 只次一家 哇,这件事很刺激 但当然了,跟你本身的职业有很大的关联 真是八卦,先问一下,午工是经常都要抬尸体 你自己是怎样?是什么都不害怕的? 初头都会害怕的,即是不害怕的,不习惯 你什么时候入行?多少岁入行? 那时候我20岁左右,没有跟家人 会去春秋为殷仪馆,做法事仪式 大约七八年前,我就开始做午工了 就会帮先人清洁,穿衣服,化妆 做入念仪式,做礼仪 一条龙的了 一条龙 因为午工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是在台的尸体 其实是会之后的很多步骤都会跟进 是的,整个殷疑的流程都需要午工帮忙 那不就要学很久了? 那就要看自己在台台 初头是不惯的,怕的 见到先人有点,初后做了一两个月之后 就开始习惯了 例如有什么恐惧感呢? 来自什么呢? 死亡 会不会是个样子? 个样子,以前我们做脸房 会帮先人进进出出 那些先人我们就会开个胶袋 会被家人认许为体 其实十个有八、九个先人都会 摸大一下看着我们 是吗? 是,真的 你说是一摸大胶袋之后 对眼睛弹开了,是不是那些? 是的 就是有些人说什么思辨 其实是不是肌肉的松弛了? 其实因为他有个脸房冷藏过 其实他那些口鼻面 一定会经过冷藏去收缩 其实正常反而来的 初头不惯人不懂 那就怕了 知道之后就不怕了 那抹大眼睛也挺怕的 会不会抹大眼睛的口呢? 因为其实他的口都会松弛的 都会的 是,口和眼睛 其实超过大部分都会抹大 好像说血水会流出来的 血水都会有的 有时围体最同有解剖 会滲些血水出来 或者他有一些肝病 或者肾病 或者掉个盐水 那些水会不断在身体排出来 那要怎样处理? 那些是? 那些是没有的 摸住你 有得它 有的 帮他用毛巾索水 让它干净 但他都会不断在身体的皮肤 滲些水出来 是的 我们尽量帮他弄干净 当然也有一些是车祸 或者跳楼 面容会是毁烂 那时候会不会也有个害怕的呢? 其实 都不会太害怕的 因为其实我们接触到这个行业之后 接触到久之后 其实我们也要专业 去服务他们的家人 帮他们修复 是 做买衣服 我们会有请化妆师帮他们修复 嗯 那以你这么多这些经验 累积了 那其实说真的 怎样都不会太害怕的 因为已经是 就是习惯了 习惯了 对了 后来到你觉得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去清理这些现场 或者说一下 其实你第一次 你自己去到这些命案现场的 回忆是怎样的呢? 第一次呢 我们就 只不断 这样的凶杀案的案件来的 对了 在马鞍山那边 嗯 能不能看这个案情的? 大约 那个案情的大约就是 一个 男朋友 杀了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自己再自杀 嗯 对了 我们上去之前 我们都知道是这件案件来的了 嗯 对了 死了很久了? 死了不太久了 刚刚的 对了 对了 很快发现 这样 那知道这件案件 其实 我们都接触惯死亡的了 但是呢 去到这些凶杀案的现场 其实都会有少少那些 恐怖的情况 因为知道他 这件案件怨气很重 是的 还有 家里的环境是很灵暖 是 也是我们第一宗接回来的案件 你第一宗 是的 那当时是现场有你 还有几个 李山 李山 还有两个拍档 两个壮男 四个壮男 四个 四个壮男应该很壮的了 很壮胆的了 对吗 但是进去 始终大家是第一次 尤其对你来说是第一次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第一次了 嗯 觉得都是 就是害怕的 心寒呢 有一种是心理压力 是的 不过 去到之后呢 其实 见到他的家人 其实真的很惨 因为他 因为我们接触了那些 困难的案件 其实都是一些自然死亡 居多 救成狗 那些伯父 什么獨居长者 是的 很少会接触一些凶杀案 尤其是 他父母找我们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很悲惨的心情 要面对他的儿子过身的环境 还有又要帮他处理家屋 是的 那如荣雅当时 这家屋里说是暖 会不会也有很多血呢 就是周围都 其实你会幻想到 想到他当时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究竟做过什么事 因为死者就已经移走了 移走了 因为警察已经搞定了现场 才让你们进去 是吧 就是进去 第一件事 应该会闻到一些味道 是的 有些血腥味 血腥味 是的 有些臭味 就是因为他摆到一两天 那些血腥味 然后再变了一些尾 其实都比较难 因为他们可能是黏着肠的 那 怎么样呢 当时是除了肠壁很多血 还有什么是比较难搞的 肠壁就比较多血 还有他的床 整个床都是血 那些才很厉害 索得很厉害 是的 索得很厉害 那其实整个扔了血都要是吗 是的 整个床肉 整个扔了血 那我们就要搬一张床 怎样包装好 嗯 怎样令他的血水 不要滲出来 嗯 嗯 但是你说两天后 其实很多血液都会干了的 都会干了一点的 但是还有血液 还有血液 液体的情况 是的 哇 但是 其实我以前有个朋友 他有开清洁公司的 那一天他又收到个电话 有个阿伯在家死了 有很多私床 你接不接 然后他平时做一些正常的精洁 那他和他的拍摄就在左眼望右眼 就想了很久都是说不接 一想起 当然那个教育很高 他们就说很害怕 一想起私虫就觉得很恐怖 那你那次第一次是有没有私虫 那次血多 没有私虫 一两天就没有 是 因为我一听到私虫 我其实都打了冷症 那听过有些警察说 不知道一万只私虫 那样 怎样去家屋爬来爬去 我都觉得很可怕 那你自己对于 有没有看过私虫的情况 很多 没有一万只 也有一千多 他一万只就很夸张 觉得那种恐怖的情况 其实数不到 因为私虫很小 他们在那里吐出来 其实他们也很散漫 散漫 对 周围爬 周围爬周围跳 我试过一次 清理一宗私虫的单位 尸体移走了 移走了 因为全部都移走了 移走了 还有一些私虫在现场 在那里拘捕 警察他就不会帮你清理那些东西 他就是搬问个尸体 还有搜寻屋 有没有一些证据 还有贵族物品 就这样他就走了 他就会留回那些杂物 遗物 过来给我们清洁 其实他只是给家人清洁 如果之前没有那些公司 其实都是家人处理 或者政府那些没有 没有的 没有人会帮你做这些 是的 因为自己处理 是的 那么我们公司开了 他们就可以委托我们 帮他处理 有次有一间屋 有很多私虫 我又帮他处理私虫 还有缺席 处理完之后 第一天没工作 然后到第二天 接着我洗澡的时候 接着我在耳朵 洗一下耳朵 然后撩一只私虫 哇 这样 恐怖 是的 私虫干了 也很恐怖 因为你其实进去的时候 你又不会整个保护衣 从头倒到尾尾 对吧 嗯 看环境 是的 如果这些不是 其实 如果保护衣的话 知道可能是一些很大味 或者一些很恶劣的环境 都要穿的 但是如果不是太恶劣 穿着保护衣 就会阻断自己做事 所以自己做事 如果刚才你那个情况 他真的应该脱下头 因为他是不是会飞的 会飞进耳朵 不是 他做了 可能抹东西 有时候可能他不只在地上 可能在床上 可能有时候 这样掉下头的衣服 但是基本上都要戴上手套的 都会 都会戴上手套 是的 你不要说我听过那些法衣 他们没有戴上手套的 很厉害 就这样逃手的 去到这样的程度 是的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他会有什么 群 群 是的 带上手套 保障大家安全 其实你进入这些单位 永远都是没有尸体的 全部都没有 是的 还有没有什么空案 你记得是 和你的工作有关的呢 空案有一宗 在屯门的伤屍案 是的 有一次的客人 近年的 前年 前年 在屯门伤屍案 伤屍案 一个妈妈 和一个女儿 是的 亦都是谋杀和自杀 在屋里 在屋里 业主主动WhatsApp我们 就说 阿黄先生 有没有清洁那些 冤灵恶鬼的服务 哇 这样跟我说 除了清洁那些 还要清洁恶鬼 搞笑的 因为说到这么严重 就是当了回事 是的 我真的以为 冤灵恶鬼 应该不是那些空宅 就是这样 原来他就不是 他说 他说这间屋很猛 他跟我们说 然后就说 想帮你清洁他的家 但是你有没有 跟他说 我是 我身体清洁的 不是清洁你的灵体 我们也有师傅 可以上去帮忙 真的有的 也有 那你本身是做殯儀的 其实是相关的 有些师傅会上去 但想不到 他是问你这件事 是的 之后 出来见面的时候 他又跟我说 这些单位是怎样 怎样 是 接着我也有上网看过 原来是早前的双丝案 才知道是在空宅 是的 才知道是在空宅 然后上去的环境 全家屋是密封了 是 所有的门边 窗边 全部封了 那些牛皮膠纸 等到那些味道不会传出去 嗯 而且整个屋都是香薰种 很多都是这样的 就是用来 盖着那些丝丝味 是的 这家屋的案件 就是一个女儿 杀了自己的妈妈之后 然后自己再自杀 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业主找不到他们的租客 嗯 才保警求助 才揭回这件案件 嗯 那个是因为什么原因 那个就是 很多类似的这些案件 是的 那个呢 我们去到家屋里面 那家屋里面 就会写了很多字 在那里 写了很多个死字 嗯 就是那个可能是女儿 有机会她写 是的 就是她是不是精神有点 错乱 应该这样不清楚 写了很多个死字 其中呢 有一幅场呢 就写了 业主和地产经纪 啊 哇 那就是一些妄想 是的 那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那我们都猜不到 就是知道她 跟着也都另一幅场呢 就写着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 哇 那么恐怖 是啊 都要清洁了 看法你都要 是啊 那间屋里就极度恶劣 是的 那 在一张床那里 那里 那两个女儿就在那里过身 整个床呢 都已经满了血迹了 嗯嗯嗯 是怎样自杀的 你是 怎样自杀 嗯 都是用一些利器啊 刀 跟着怎样自杀 嗯 用刀 好像是用刀 嗯 杀了自己的妈妈之后 那自己再自杀 嗯 那两个都在床里面过身的 嗯 那我们第一时间进去 那当然就是 烧一下元宝啊 嗯 那装一下香啊 拜下土地啊 希望他们可以 嗯 守些香火啊 守些医治啊 嗯 还有拜土地啦 那希望 我们工作顺利 嗯嗯 那我们上到去之后 那第一时间呢 就 烧完衣服之后 那就去清理 最严重的位置 那就是床 嗯嗯 是啊 那当我们 我爬上去床的时候 是啊 是啊 因为呢 那间屋呢 是 两间屋打通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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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的房子呢 也是把两间房子打通的 是啊 那他们那间床呢 是两间床这样 拍完的 是 那么长的 嗯 那这间床呢 他就在这间床那里过身 那我第一时间进去房子之后呢 我就爬上床上面 然后想翻这张床出来 就是你想 走上一张 是啊 没有人在上面过身的床 是啊 就将另外那张有人过身的床 反 反转 反回来 反上去是吧 是啊 反上来 因为想搬走 是啊 想搬走 然后当我一爬上那张床的时候呢 那我天 天花板的灯呢 全部关掉 是啊 好恐怖啊 是啊 好恐怖 然后我 然后我的拍档 每个人都看着我 每个人都硬定定的 那样 难道我灯键在那张床上 是啊 一顿上去 一顿上去 是啊 没有人动过我的灯键 那我一跳上去 一顿上去 全房的灯全部突然关掉了 哇 你大胆都很害怕 是啊 但是都一定要做的 都不能害怕的 那没有 开不回吗 嗯 之后开回 按一下 按一下 是啊 开一下 是他自己开 还是你按一下 那屋 自己开一下 是啊 我不想自己拍了 但是总之我们去的时候 入到房的时候呢 是开了灯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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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bishop 是啊 是啊 继续住呀 是啊 那我们真的又回到大 rico 把 hotel 外出了 没有可能是 去了 没很厉害 嗯maymay deals 就是超过一两个星期 好像很多都是你这一类的 就是商丝、户砌那些 其实不多我们接两三宗 现在是接过两三宗 是的 因为其实香港很少风沙汉 香港现在算少了 说一句 你以前也有去过这些地方工作 只不过你那时候是以一个打工的身份去做 是 以前那些通常都是在家里的尸体发现 其实凶杀案很少 其实香港很多独居的人士 在家里走了 可能有没有隔壁链舍发现 或者在外面住的家人找不到他 然后再联络回去才发现到他在家里走了 这些才多的 凶杀案就比较少 凶杀案你刚好在一间屋 通常都是伦常 有些就在街上找到其他地方 那些是不关你们的 公园也不关你事的 对不对 麦当劳也不关你事的 你主要是上人家住宅去处理这些后事 如果你说以前 譬如你看到尸体的发现案 我听过譬如有些是会 他身体的皮肉会黏在他的沙发 黏在那里 这样是分不开的 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通常他会留 通常我们看到会有少少皮 和有些头发会留在屋那里 对了 因为他 譬如他躺在地下过身 他会有个胸在那里 那就是他的肌肉腐化 那些血水滲进去 会有个人形在那里 会有少少皮肤黏在地上 和有些头发会黏在地上 即是黏在里面 黏在地板那些 如果再久一点的话 可能会有尸丛 那我想问你那时候 你是做午工的工作 那搬走就算了 就不会了 你去怎样之后 会给一些意见 你怎样清理 不会 因为之前是政府人搬走了 是 之后我们才去清洁房子 是 我意思是你以前 譬如你见到这些尸体发现案 是 你见到这些地方 怎样黏住皮肉 但是其实你们搬走了 你就不会理会了 不是 我们会清洁的 你们都还说清洁的 清洁的 以前做午工的时候都会清洁的 不是做午工 因为他在家里发现 在家里发现 一定是警察上门 找黑箱车去清理你的围体 接着如果家人有需要的话 就找我们去帮忙清洁的家 是 但是那时候你还没开始业务的 那时候还没 那时候还没 但是都可以找你们做的 都会的 哦 会找我们的老板 就是可能去做殯儀的时候 他帮我有这个案子 可以加少许钱帮我搞一搞 是的 帮家人出殯 出殯 还有在家里走的 家里就很骯髒 要帮他清洁 这样 就会问到老板做不做 那我想问你有个孔 在那里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尽量是清洁的 因为好像一些木地板 有个孔就会滲了下去 如果要清洁的 就是一定要整个床 整个床 整个床 因为那些屋子太久了 在屋子里面 除非瓷砖那些 瓷砖那些也可以的 但是瓷砖那些 如果太久的话 其实都会有个孔 都会有个孔 那我们最多是消毒清洁好 尽量干净 然后都要把人装修 其实这些单位 其实如果自己 他们都很少回去住 通常都租给别人 租给别人 是的 还有他可能会有一种 阴阴沉沉的感觉 嗯 那你有没有说 遇过一些 真的搞不定 真的想起都觉得 很得人害怕的 其实也没有说搞不定的 其实 想起得人害怕那些 其实都是 一些灵异的 反而是灵异的 其实也不会说得人害怕的 因为他有 其实我们的心态 只不过是 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你处理不了自己的身后事 其实都是要靠我们 要帮忙处理 其实我们用心帮人 其实就不怕这些 只不过是 初头做的时候 有点恐惧的心理 但是做久了之后 就完全没有了 那到现场会感觉到 那个死者在 你站在身边吗 嗯 你自己有没有这些感觉 自己会有的 有一次 好像团宝丹商丝案 那样 那我们会 爬高爬低 那会帮忙清洁 拆东西 那样 那就是好像 他那个窗口 封了那些胶纸边 那我有一次 我要爬上 他那张厨柜那里 帮他帮忙撕 那下面的师傅 用那些洗洁精 清洁在地上 就是整地都湿了 是的 接着我 撕那些胶纸的时候 那我一脱手 然后我整个向后跌 嗯 那我跌了到下面的地上 踩着那些洗洁精那里 那好像有东西扶着我 站在那里 其实那个环境 你一定是 一定是踏在地上的了 是 但是怎样我站得稳 是的 还有就是 暗中帮你 是的 还有那一宗案件呢 那么就试过报梦给我 报梦? 是的 报梦给我 什么报梦呢? 就完成了 去处理好他的案件了 那么就有一晚了 那么就发梦 是的 那么就在街上 遇到一个女生 是的 遇到一个女生 接着呢 他就跟我聊天了 那么 跟我聊天之后 那么他就 聊天啊 接着就见到他被车撞 嗯 接着呢 我就捅了他家 接着见到他家的环境 就是怎样的 就是跟家人的关系 接着他家是两三层高的 是的 很清楚 很清楚 就好像我跟他坐在桌子上 站着那样 嗯 接着他的爸爸啊 兄弟啊 在楼上走下来 是的 走下来 然后见到他呢 但是都好像看不到 直走直过 嗯 嗯 接着他就好像告诉我 其实他的身世是怎样的 就是跟家人的关系 嗯 是很差的 才跟他家人搬下来 嗯 搬出来住的 嗯 那其实他是一个灵体 嗯 发梦咯 发梦咯 又不知道他是灵体咯 是好像遇到一个人 嗯 但是没有在现实生活 遇到这件事的嘛 没有的 那为什么我知道 是他报不给我呢 嗯 其实我们有个师傅的 本身 是的 他就知道我们做了这件案子 是的 一件案子 但是他又不知道我们是男还是女的 接着他 我就晚上上去佛堂找他 接着他就跟我说 咦你今天是不是做了一件案子 嗯 接着他 我每天都做了一件案子的 师傅 接着他 不是哦 今天做的案子是没有女的 嗯 接着我已经 哇 这么厉害的 刚才说全门的案子 是的 他没有人知道是没有女的 是的 他说了 他就说 他就站在门口 他就跟他说 接着他说 这个女生 他说今晚会报梦找你 你刚才说的 就是找你报梦的 那个是那个女的 女的 女的 就是死者的那个女 是的 他就说他会报梦找我 今晚就会 接着我说 报梦找我干什么 他说没事的 他说女多谢你 是的 接着那一晚就 我喝了点酒 就刚刚做完东西 就用小酒 接着那一晚就没事了 是的 就没有报梦 接着第二天 师傅问 咦 那个女生没有找你啊 接着我说 没有哦 昨晚没有事哦 师傅 没有人 接着他就说 不是哦 他说我会找你的哦 他今晚都会找你 哇 这么害怕 这样跟我说 接着那一晚就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梦境 那样 在一个街角那里 两个遇上了 嗯 接着跟我聊天啊 接着看到他发生了 那那个样子是那个样子啊 不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他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哦 报纸是吗 对了 报纸也有时候没有样子的 没有样子的 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大了可能三十多岁 嗯 对了 这样 嗯 我见到他之后 就跟我说他的身世 这样 那现在呢 你经常要去一些 现场的话 那都要训练一些新人的嘛 对了 那会不会有新人一起去做的时候 他们有点害怕啊 那又怎样去帮他们 嗯 其实没有啊 如果你正确做的就做的啦 没得害怕的啦 好像有些年轻人现在都会 好像我新同事有这样啦 他第一单就去做凶宅 就是做一些尸体发现啊 嗯 那间屋呢 就是那些 即存垃圾的那些屋啊 就是死者呢 就好像搬垃圾回家啊 那些 对了 你婆婆是吗 叔叔 五十多岁 OK 整间屋很臭的那些嘛 整间屋很臭 对了 就喜欢草垃圾啊 整间屋有多蟑螂有性 那些应该没有丝臭味啊 本身就很臭 对了 本身已经很臭了 本身应该遮着了 冰箱又烂了 那些偶戴 我收拾过这些屋 所以我很有同感 对了 很厉害 最初我们去看单位的时候 都觉得是垃圾堡 都没见到任何物 任何东西的 接着到我们真的第一天 入场做的时候 那我们一搬开这些东西 那屋里面的那些蟑螂就涌出来了 我想那里真的有成千只蟑螂 我不管我师弟时的 也有的 有血有成的 OK 是的 但是那些血呢 跟那些垃圾融在一起了 已经是 那些蟑螂也有血 它整家屋本身就有污漏了 本身有很多蟑螂 是的 到清潔的时候就走出来 又有丝虫 混合了一堆 是的 这家屋超恐怖 不是开玩笑的 是的 打烂震 爬到你的头 徒弟就打烂震了 是的 就是他 爬到你的口罩 口罩 是的 所以刚才我说 是不是需要戴保护衣 整个粒 由头粒到尾 因为你真的会滚上去 那里没有 因为如果你穿保护衣 如果蟑螂走进保护衣里 你还要处理 是的 是的 我真的会很不怕骚髒 做这个工作 不是那么简单 是 你除了血水 还有昆虫 是的 还有老鼠 是的 还有老鼠 还有老鼠 还有我觉得那种味 我还没闻过 但经常听一些嘉宾说 就说等于有100只死老鼠那种臭味 是的 就说你真是顶不住的 有的 一定要什么 不可以穿 即是一定要换衣去做 就是我们会选择我们公衣 做完就扔了 不要穿一些吸尾的衣服 是的 就是做完就扔了 一次性用 通常是 因为如果太 太穿自己的衣服做东西 吸尾的衣服 是的 是的 洗不脱的 洗不脱的 是的 很臭的 是的 还有没有点香 都会 其实会不会没有女孩子入行呢 女孩子入行 少 清洁就很少女孩子入行 或者这些姐姐 那些她们惯了清洁这些 不怕这么臭的 都少 都少 反而是男士 男士要体力劳动 是的 我们除了要搬清洁的血迹之外 我们还要搬她的 可能她在沙发走的 那我们就搬去的沙发走 或者有些人是 整个屋的东西都不要 是的 整个屋的东西清洁 哦 整个屋的东西 是的 其实都挺浪费体力的 是不是真的会有些 可能她有些不关事的家司 她都说 不如扔掉了 一定会 或者不想躲密斯人 因为都是 已经吸光了一些味 是的 而且人们觉得已经很骯髒 而且不想再要她生前的东西 是的 最麻烦是那些肠 你染了血的那些很难搞 是的 你滲进去的 可能有些 是的 我们试过帮她铲牆 第一单的单 是的 就是她说 王先生 你为什么要见到这些血迹 但你抹已经索了她就能瞎了 她就要我们找七铲 是这样铲 铲到这些血迹 不见了 嗯嗯 那么有一单在深水埗 那时候 09年 有个男人 他就砍了自己的女朋友 二百多刀 是 你有没有听过 我也觉得那单 不要惹人的 二百多刀 你怎么整间屋有多少血 是 对不对 另外再远一点 说到八十年代尾 葵中警察宿舍 有个单位 就有四司 那又是整间屋 就是我听那些警察说 就是进去基本上 就已经是穿着那个 那个脚肚 全部都是血的 整间屋都是血的 那都是很深的 回忆都是 没办法忘记这些场面 没办法 幸好不是经常有 是 那不见望就有 不过前天才有 在黄埔里有单 是 黄埔那单就是 杀了太太 是 但好像用自己大厦的清洁 那单就… 有些阿姐就在清洁 刚刚发生 就立刻发现 立刻搞 有些就想着 要清理得再彻底一点 就可能需要找你们帮忙 是 嗯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 会有兴趣加入这个行业 嗯 首先要不怕骯髒 是的 又要就是 够大胆 是的 所以就不可以害怕鬼 是 不可以害怕鬼 还有使命感 就是觉得是 可以帮到一些先人去做事 嗯 好 今天多谢了黄先生的访问 丰盛殡仪限公司 就是 在这里 多谢你接受这个访问 给大家知道 更加多 那些空岸现场的 一些情况 那在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的 好 今天多谢黄先生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